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从艺术的语系也好 他们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允许他们能做博门 做展示 做交流 那么所以说就是东学西建 就是说把东练的学术搞得很成功 然后往西部去渐渐发展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是李小山的一个策展的精神 画展的法语的标题叫做 就是说一种水墨 一种态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 这个是我给他取的一个法语名 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是 Between ink and water 就是说介于水和墨之间 这个翻成法语不是特别好听 那么我呢 就是因为也是有我的一个策展精神在里面 我刚刚已经把它前言写好 我想说的是 这个现在的中法交流活动非常之多 我想说的意思呢 是我们跟别人交流 首先一个问题是 拿什么跟别人交流 总不能首先拿别人已经有的东西 跟别人交流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总不能老拿同一种东西跟别人交流 就是中国的那些传统的东西 就是我不是说不好 什么刺绣也好 什么中国美食也好 这都是中国传统东西 我们弄来弄去交流东西 就是这些 那么现在其实 就是西方人并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水墨 其实非常具有当代性 完全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种美女呀 或者是三水的写食的风格的 一种水墨 一种态度呢 就是我想说的是 不要是同一种水墨 或者同一种态度 就是说 首先在做交流之前 要对有在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情况下 对于个体的争动 个体的创作的挖掘 然后才能去跟别人有东西交流 就是说不能你用西方人的东西去跟西方人交流 就是这种交流是不平等 这是平台的 没有交流的可能性 所以说我就说一种水墨 一种态度 那您这次参加的六位水墨画家和别人和那些传统的那些水墨画家相比他们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我们说要去看他们的展览呢 首先就是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呢 肯定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写实派了 写实派就大家观众的话 总是在看话之前已经有一种先入为止的判断 就是好像我今天要去看这个东西 一定要是我认为可以的 我看得懂的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局限性的审美习惯 那么就是说当代的东西呢 就是说要去提发这个观者的 某些沉碎在他的意识中的一些东西 或者他没有意识到 其实是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概念 当代艺术就是要发掘 提发艺术家也好 还是一般的观众也好 纯粹的意识 纯粹的审美观 那么就是当代水墨跟传统水墨 和传统中国化的区别就是在这 就是说用这种传统的水墨的手法 来表现当代的一种艺术的思维 或者是一种艺术的态度 因为当代艺术的特点 它不是说去迎合观众的审美观 它是从艺术家自己本人的这种创造性来 首先立一个理念 就是立一个东西 有一个理念 有一个哲学在里面 然后照着这个 它去把它呈现出来 用它的绘画手法 它的绘画风格 那何语红 我知道您是这个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的会长 您也经常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的 这个艺术博览会和艺术的展览 那从您在这些展览会上观察到的情况看 中国现在或者是中国当代的艺术家 在这个世界上目前这种艺术圈里面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位置呢 在我看来我觉得还属于探索阶段 还没有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有一些东西 有大部分的东西还属于模仿的这个阶层 我不是特别的看好 我觉得还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但是就是说 不能说因为没有准备好 就是不走出来 这个也不行 只有走出来慢慢的锻炼过了 学习过 看过 探索过了 才有进步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好像会讲 这个中国的艺术不行 还没有 现在很多网上也好 媒体也好 很多批评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 批评过急也不有利于艺术的发展 中国当代艺术 现在的一些大型艺术博览会 有一些好的东西 有一些年轻人做的新理念的东西 新媒体的东西非常好 我觉得也很超前的 跟当代艺术接轨 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出现了一批受到世界关注的艺术家 包括岳敏金 张小刚他们这批人 那么现在呢 好像中国当代艺术处于一个比较沉寂的这个阶段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呢 还是您所观察到 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八十年代的这一批 有他们的 有他们的政治背景 社会背景 成长的背景 成长的经历 都决定了他们的那个艺术形式 所以中国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股圈类对于他们的评价确实是倒笔不一 有人说他们是拿中国的这个政治来开刷 总是中国民众 他们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那个中国社会 的确是属于一个各种欲望纵横的这个现代 但是现在这个当代中国艺术家 他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当代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 就是21世纪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现状 现在中国艺术家还没有找到他们如何反映这个中国当代社会的这种方式呢 没有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这个过现在是有一点空白的 是真的有空白的 张小刚这些这一批的人 至少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语言体系 他们有他们都 但是他们现在也走到了一个景平阶段 因为下面还要继续往前走的话 他们应该怎么走对吧 就是说好像那个银行的存款他已经用完了 他不可能在下面再走的话 他同复肯定是不行的 同复自己是不行的对吧 那么就是说 要继续走下去 走到他们当年成功的那种程度的话 那肯定需要非常多的工作在里面 要投入很多的工作才能跨越自己 年轻人的话呢 就是还是仿的很多嘛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们做的东西 你看你好像觉得 这是西方某个艺术家做的 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中国艺术 当然这也不一定要有标签啊 好像一定要是中国艺术家 你如果能做出自己的东西也很好 出来一个中国的杜少 出来一个中国的那个 都可以都没问题 问题是没有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 就看了大家都是觉得 那个像谁 那个像谁 对吧 那个还是有空白的 那就说我们通过这次 你们在巴黎的皮尔卡丹艺术中心的 这六位中国艺术家的这个展览 可能能够窥见到 中国当代艺术的传统的水墨画的 一个方面 他们就试图在 中国的传统当代 传统艺术里面寻找 跟当代艺术的这个语言接轨 他们他们也有试图做到 做的这个 而且我觉得做的不错 都不能说是做到100%的怎么样啊 但是的话做到 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了 我觉得至少这个是可可可可可行的 不是说一味的模仿 从技术上也好 从思想理念 创作的风格上 都是跟西方的一模一样 这个肯定是这条路不能走下去 只有结合中国的当代水墨 它是一种别人也模仿不了的 你说一个西方人用水墨去画 有人画过 但是并不能 这个技术根本就做不到 中国的一条那样 中国也说要有一个 有这个得经夺后的这个条件 就是他们已经在技术上 水墨上已经做到了非常学习 对吧 那么就是说 这个需要的就是说 他们能跟当代的这个艺术里面 能接轨 那么就使得非常好 东学西建展览从6月29号开始 到7月2号结束 感谢何宇宏女士 接受法广的专访 华人社会专栏 有爱迷彩播 感谢收听 下次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